Dumbly Dan 早安 現在這個一大早呢 鴨子啊坐在這邊吹著寒風 坐在這個舊城廣場裡面呢 其實我們是在等待 Blog一天的開始喔 為什麼你看這天都已經這麼亮了 有什麼好等的呢 其實答案呢就在這個鐘上面 待會啊你們就知道 斷地在哪邊了 想當隨興的波西密亞人呢 首先啊就是忘了時間的約束 不過呢奇妙的是 傑克人對於時鐘呢卻是情有獨鐘喔 廣場上或是街頭轉角處 都可以見到時鐘的蹤影 其中啊最具魅力的呢 就屬舊城廣場的天文鐘 他讓大家謹記守時的觀念 整點一道呢 全都乖乖到鐘塔下報到 嘿嘿嘿嘿 Vlog的一天呢正式開始囉 而且呢鴨子不是唯一一個 在這邊等一整天開始的 你看我們已經好多人都在圍觀了 其實啊 這個鐘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天文鐘 它就是怎麼講 它裡面這個製造啊 還有它的做工之精美之精準喔 真的是現代人都很難想像 甚至於有沒有再去複製 你看它上面有什麼小窗子啦 然後裡面會有人偶走出來啦 然後甚至它那時鐘的這些走向啊 那指針的走向啊什麼的 都是非常精巧而且精密的設計耶 你知道嗎我覺得啊 觀光客很可愛 可是有時候啊我們也很無情 因為現在鐘樓表演完了 大家就全部都要走掉了 布拉格的一天啊 開始的很快 結束的也很快 當然還沒有結束啦 其實是因為我們真的是 來的時間太早了 所以它呢就是怎麼講 它表演的那個時間 就只有一點點 誒說不定如果我們下午 四五點來的時候 它就會久一點喔 有人說啊來布拉格 不聽天文鐘響 就像沒有來過這裡 小小的鐘塔呢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其實啊是來自它背後的傳奇故事喔 在15世紀的學說呢 人以地球為宇宙中心 所以天文學家漢斯啊 在製造天文鐘的時候呢 也犯了這個錯誤 但是呢卻還是在鐘裡 精確地算出了12個月份 還有太陽跟月亮運行的軌道 此外啊天文鐘上的人偶呢 象徵虛榮和貪婪的來警惕世人 但是呢在他的背後啊 卻隱藏著悲傷的故事 原來呢當時的市議員啊 為了怕漢斯做出第二個相同精密的時鐘 竟然還派人家他的雙眼搓瞎耶 天文鐘呢從此獨一無二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在剛剛那個天文鐘的塔頂 啊希望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整個布拉格的城景 站在這個高塔上面啊 看這個救城區裡面的景色 真的是很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啊 來到了捷克呢 不應該要期望他的天氣是很晴朗的 應該就是要像今天這樣子 有一點雲然後隱隱暈暈的 可以看到一些藍天 這種感覺反而就是 讓人覺得更浪漫一點 雖然現在這個冷風有一點 好冷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值得 登上塔頂 布拉格呢就像被我踩在腳下 層層疊疊的紅舞啊 映著晨曦淡的天色和空氣中清新的味道 整個人啊完全舒醒過來耶 而鴨子波西米亞的一天呢 也從這裡正式開始 當然啦 我也沒忘了一天的活力來源 吃早餐囉 這一攤的話我們可以買到什麼 來這邊吃早餐啊 早餐 對啊 可是這邊看起來像素食耶 對對對 我們一般來說啊 在布拉格我們習慣吃這樣的早餐 那每一種口味都不一樣 比如說像你來到布拉格 當然要吃布拉格香腸囉 等一下啊 你看它這整個攤子裡面 全部都是賣這種香腸啊 辣腸的 對 這個也是布拉格 就是捷克這邊的特產嗎 對啊 你看這邊那麼多人在排隊 喔 那你說這邊有這麼多種口味有什麼 像這邊最總編是布拉格香腸 布拉格 然後呢這是溫車拉斯香腸 溫車拉斯 那這個比較特別一點呢 顏色比較黑的就是 舊布拉格香腸 舊布拉格還有背心的跟舊的 然後呢像這邊後面這幾個呢 像這個就是摩拉維亞這樣 那像這個是屬於德國的小香腸 所以像這種比較大一點的 都是捷克這邊當地的特產 對 當地的口味的 好啊 要要要要 那你幫我挑好了 因為這麼多種 來到這邊就要吃布拉格香腸囉 OK OK 捷克與德國畢林 飲食習慣當然也很類似囉 香腸和火腿啊 都是三餐必備的主食 走在街頭呢更是三步五步 就可以看到賣香腸的攤販 而且呢像這樣買一條香腸 配上面包 直接就在街頭客起來 豪邁與隨興的樣子呢 是不是也很波心蜜亞咧 來 你的早茶 這是 啤酒 哪有人家一早上就喝啤酒 在捷克在布拉格 早餐就是要喝這個 然後再配吃好吃的香腸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還是喝冰的耶 你有沒有看到我穿成這個樣子 我要喝冰的啤酒 一定要喝的啊 你在布拉格冬天一定要喝啤酒 越冷越要喝冰的 對 然後一口啤酒 一口香腸 那不然我先喝喝看啤酒好了 你看它這啤酒的泡沫好細喔 怎麼樣 捷克的啤酒很好喔 這個不會辣耶 不會辣 反而是有一點甜甜的口味耶 然後它這泡沫好細喔 喝進去感覺好好喔 你說這兩個是絕配對不對 對 這兩個絕配 你一定要這樣吃 有沒有看到這個大安保 全世界沒有看過這麼大 是我從小到大沒看過這麼大 那你說這個香腸的口味是 這個是布拉格香腸口味 吃起來會鹹鹹的 鹹鹹的 對 然後它是用煙燻做的 然後它是用煙燻做的 顏色是還蠻特別的 顏色是還蠻特別的 顏色很特別的 你吃了一口 好脆 你看裡面 你的早茶 可以喝我的早茶 恭喜你 你是傑克人了 好好吃喔 你已經生活在傑克了 而且你看一下它這個香腸裡面 它這個肉是有醃過的 然後白白的應該是脂肪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吃起來是不油不膩耶 然後外皮又香脆 太讚了 你這是介紹對的 乾杯 讚啊 傑克的啤酒很有名喔 這個在歐洲至少可以拍到前三名 真的假的 傑克的啤酒非常非常的有名 他們還特地在這個 比利斯布魯塞 還設了一個叫做啤酒大使 專門在推廣啤酒 真的假的 比利斯的啤酒已經很有名了 傑克的還更厲害了 還好 傑克讚 請訂閱 Це指示 我給你下一個叫做啤酒 我怎麼啦 這一個叫做啤酒 我怎麼啦 你怎麼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